小S和蔡康勇 第一集就邀请了一个重磅女嘉宾,不少网友看了都是夸,真的是天后级的综艺女王,小S见到她也要你让三分吧,没错,她就是谢娜,14年前,谢娜看到小S,就像一个粉丝看到偶像,满脸写着崇拜两个字,如今,谢娜已经是中国第一综艺女王,而小S已经成了谢娜的粉丝,李湘1976年出生,小S 1978年出生,谢娜1981年出生,1993年,小S与大S组成ASOS组合,正式进入演艺圈,1994年,推出组合首张音乐专辑占领年轻,1994年谢娜还在独初中,1996年,小S担任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的主持人,1997年,湖南卫视模仿我猜我猜猜猜猜,制作了一个节目叫快乐大本营 李湘担任主持人,所以说,小S和李湘其实是一个级别的主持人,1998年,小S和大S独挑大梁,担任娱乐百分百的主持人,1998年,谢娜拍摄了人生中第一部电视剧《少年英雄方世遇》,并因为这个作品,第一次登上快乐大本营 2004年,小S与蔡康永搭档主持康熙来了,2004年,谢娜也成聊快乐大本营的主持人,但是地位并不稳固,三进三出之后,直到2006年,才真正获得湖南卫视的认可 知名于平人吴清宫指出,谢娜自从担任快乐大本营的主持人之后,便逐渐拉近了与小S之间的距离 2010年之后,谢娜已经把小S甩开了,2016年,康熙来了停播,小S更不是谢娜的对手 如今的娱乐势力,内地远比台湾的市场大,所有的港台明星来到内地,都需要看内地明星的脸色,仅仅是PK主持功力的话,谢娜仍然不是小S的对手 只不过谢娜背靠湖南卫视这棵大树,身价和地位也水涨船高 甚至有网友说,谢娜的水平和陈汉点差不多,只能给小S打 感谢观看